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来到的诗篇第122篇 我选的主题是 我心所向 我选最重要的经文是在122篇第一节 跟121篇第一节是一样的 就是大卫的上行之诗 或是登阶之诗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我的想法是 这首上行之诗 让我感受到 我的四周有许多好的同伴 因为他说 人对我说 所以这些好同伴 能够时时提醒我 要一同的往耶和华的殿去 这是何等的有福 且是可喜乐的 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全员 也是喜乐的全员 所以当我想到神 我心里就有喜乐 也因着我是属神的 我是与主连结的 所以我的心一想到耶和华的殿 就有喜乐 这是神所赐的印证 感谢神 那思考的重点是 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呢 就是要往耶和华的殿去 有什么应许呢 就是神能够使我们的心欢喜 那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呢 就是避免一些不喜乐 所犯的罪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 就是我们应当要遵循 圣经所说的 不停止聚会 每天读经祷告 同那些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和平 往耶和华的殿去 一起行走 上行的路 那有关上帝 我对他在哪一方面 有新的认识呢 圣经说 教会就是神的圣殿 是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就是教会的一份子 一起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 所以我们听见耶和华的殿 就心欢喜 我们也当往耶和华殿前进 那是我们的呼召 我们的目标 这时候 我的心中就想起了一首歌 我心向往西安 圣地乘坐落在哪里 虽然经过流泪骨 闭蒙求雨的恩负 行走离桑家里 进入宽阔不暇之地 歌唱跳舞的都要说 我的泉愿在你那里 哈利路亚 感谢主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为着新的一天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是属于你的 我们一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就心欢喜 就像这个玛利亚 听到这个 伊利沙伯温安的声音 她的肚里的胎 就开始跳跃活动 主啊 我们的心 每一次想到喜安 每次想到圣殿 每次想到 你这样子一路的 对我们的带领恩典 主啊 我们的心欢喜 临快乐 我们也要安居在指望之中 我们感谢你 愿你所命令的福 今天临到 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身上 都要带着你荣光 带着你的呼召 带着你的应许 主啊 让我们在世上 就成为一个 有盼望 有荣耀的人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把一切荣耀归给你 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